Hello Gossip Daily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季幻博 我们叫黄金兄弟 其实是当时大家都知道家喻户晓的古惑仔的五个人 二十年来所重剧的拍的第一部电影 那在这个电影里 我是饰演一个医药大亨 就好比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一个人 他发明了抗艾滋病的一个药 就是可以像好像世界上的那个乔布斯这样的人 然后这部电影呢 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 因为他们五个人很久没有聚到一起来 有一个大阴幕的作品 所以还是我参与其中还是感觉到很荣幸 很刺激的一件事 《古剑奇谈》之刘岳昭明 是由好莱坞导演雷尼哈林来指导 这个片子呢 是比较适效的这种大片 是比较有很多特效的一些镜头 也是有点像科幻色彩的这样 因为这个是有原型的 《古剑奇谈》原来是一个游戏 我在里面饰演童这个角色 是一个比较有法力的这么一个人 也是一个反派的角色 坦白说电视剧我还没看过 但是这个游戏的原型 这个IP是比较成熟的一个IP了 相信很多人对这个游戏比较感兴趣 我觉得这一次的我们这个电影呢 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它主要是把这些人物 在这里整个的游戏里面的用一个故事化的情节来传插了 因为游戏里面不可能有那么丰富的故事情节 人物的这些情感情节 对 但是它用一些这些东西把它连接起来之后 而且能把游戏的色彩给表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了不起的一件事 而且由好莱坞导演来排这个片子 有很多这些思维方面一些不一样的 一些创造性的跳跃性的思维 所以给画面还有整个的设计 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八年前有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香港那时候我在香港有做模特 对然后香港有个导演叫罗首耀导演 他有一部片子 然后突然就打电话去我当时的那个模特公司 就想找我去演这部戏 我当时也很很诧异 经纪人也很诧异 因为我们没有特意的去往演戏这方面去推广过 可能是导演看了我的一些杂志的照片 或者一些采访或者一些资料 觉得我合适那个角色 当时就去参演了这部电影叫僵尸心战史 当时还有袁华老师 前小豪老师 然后蒋陆霞就是刚刚红外行动比较知名的那个演员 还有周秀娜 整个戏下来呢就觉得很刺激很好玩很陌生 因为从来没演过戏也没学过演戏也没有朝这方面去打算过 突然这样的机会就觉得从第一天看他们演戏 然后每天就学习一些东西在自己身上 然后到最后演完的时候呢就觉得留下了很多遗憾 就很多地方觉得如果是那样做就可以是不是可以更好 对 所以就抱着这种心情 后来就稍微关注了这方面一些演戏的方面 然后去学习了一些关于积累啊知识啊这些方面 对 12年演了第一部电视剧是面包树上的女人 当时是陈明璋导演来导的 对 然后这几年电视剧的作品坦白说不是很多 主要还是电影的作品比较多 这几年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过 前几天突然有一个朋友说你演的好像不是反派就是老板 再不就是反派的老板 对 我突然觉得好像真的是 不是那个再不就是高富帅的那个怎么说那个霸道总裁 像那个何陈维廷演的那个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 还有一些就是反派的嘛 比如像冲锋车 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古剑奇谈 还有黄金兄弟 对 所以我觉得反派的角色其实我挺喜欢的 其实每次遇到一些片子的时候 可能会也会征求我的一点意见啊 就是反派能不能演想不想演 因为很多人好像不太愿意演反派 我说好像我自己现在对这个反派的角色也有点 就觉得自己进入角色了 驾轻就熟 对 所以我还是挺感兴趣反派的角色 当然也想尝试一些更多的一些方式吧 这个其实我以前是从时尚行业出身吧 然后来演戏 然后当然很多人看到了我身上的可能是一些标签 可能一是时尚度 而是什么身材好啊 就比较肌肉啊 比较硬汉啊这样 但其实好像我还真的没有怎么演过硬汉的角色 没有一部片子是真的体现这方面的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方面 我还是挺有优势能够去表现的 军事的也好 还有我自己喜欢练一些拳脚啊 这些动作的方面 其实动作方面有合作过很多大师啊 还有郑斯丹恩老师啊 邹兆龙 安智杰 很多人都像前加班这些都合作过 但是在片子里面就没有真正的能够表现我的动作的优势的这种机会 所以自己觉得还是挺希望能够去表现一下的 我一直说时尚其实给我带来很多不一样的灵感 因为我们早期的工作一些经历 建的东西啊 还有体验的东西其实比较丰富比较多啊 所以这一些方面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对于人物的这个塑造啊 还有他自己的一些特色方面 所以我觉得对我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不是说我放弃这个模特行业 而是说我现在主要的经历是想放在演戏上 对 然后我也不想别人就是一直把我当成模特 对 最吸引我的就是 就是我最初的那个想法 就是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 改善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这个我其实从想要去好好演戏开始 其实我也去学过一段时间的表演 但不是那种科班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句话吧 熟能生巧 就是在生活里面多去发现生活中的一些 能够带给我灵感的东西 比如说有一天我在香港踢球 我在香港就是就随便的去自己拿着球去了球场 去踢球 然后这时候走过来一个人 其实他说的话我听不太懂 那时候我的粤语也不好 然后但是他一直就在对着我 就一直在讲 他的那种表达方式是 在我看来是完全是一个很奇怪的方式 不是一个正常的沟通和你谈话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觉得当时我没有 其实我没有仔细的在听他在讲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的那种方式是对我表演 以后的表演的可能是一种借鉴 因为就像这样观察到身边的每一样东西 事物一样 对于表演来说要对生活里 你有发现生活的这种 对生活的这种感知力 所以我觉得在生活里面去经历 去体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课程 对除此之外我也是会 当然没只要有空就会除了锻炼啊 踢球就会看很多片子 然后很多会仔细的去看一些 自己所关注的表演的方面的东西 没有定目标 这个演员这个行业 很多人也知道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一个行业 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尽力做好自己的这部分的工作 对于每一个角色每一场戏 我觉得我都想去花时间和精力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当然哪一部戏火不火 然后什么时候会怎么样 我没有给自己设定这个目标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曾经对我的经历来说 我曾经在做不管是做运动员也好还是做演员 要不做运动员做模特 还是做一个学生就各个人生的各个阶段 我不喜欢失败 我不是一个失败者 在任何一个领域和行业我都是要做到最好 所以我觉得在演员这个行业我同样是会拿出我的这种 这种精神吧去把这个行业做到最好 的确有的确有 前一阵看那个演员诞生吧 那个节目去年的时候了 刘烨在台上的时候 在那个评审那的时候 他说一句话 说以前就是他演戏的时候 就是人家越觉得你不会演就越不会演 就越说你不会演就什么都不会了 当时就懵了 确实也在我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里 因为曾经学习的机会比较少 然后积累的东西没有那么多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一定是有这种经历的 有的时候词很长啊 确实是把经历全都放在了记词上 然后却反而就出现不好的一些情况 这一定会有的 对 因为现在我觉得我还是说熟能生巧 有一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 然后我说在家晒太阳什么背剧本 然后就写了这么几个字 王雷演员给我底下评论留言说 剧本不是背的 剧本不是背的 对然后我其实我很能体会这种说法的确不是背的 然后在前年的时候和韩庚一起演了一部戏 他呢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他不看剧本他很随性 就是每天来的那个状态都是 他是沉浸在人物的状态里 但是什么样的对白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他是会根据现场的反应 其实我有几场的 我有一些戏 因为我们戏很多在一起的戏很多 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会 因为从每个人身上你要学不同的东西 我就会觉得那种放松的状态好像很适合我 就是像今天你其实你有发给过我问题 但是我没有看过 其实我不是没有时间看 我是故意没有去看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我想要第一反应 就是你作为这个人物怎么去身处其中 比如说你跟我说一句话 我不管词写的是什么 我应该作为这个人物怎么回答你 我先想我怎么回答你 然后再看词写的是什么 差不多 这个意思是对的 我觉得我现在是在这样一个状态里 就是不是真的会去把那些词背下来 然后再去对答你 而真的由心而发的去回应你 对 从那以后吧 再没有一场戏是因为词有问题而怎么样过 从来没有因为一场戏是词有停顿 或者说记不住 或者说是意思表达不对 我记得拍海上木音记的时候 有一场戏其实挺多的 我记得没有四页 有三页 三页差不多 三页多 那场戏 三页多 而且很多是我的词 一条下来 一条下来 没有没有中间因为词语有问题 对 然后去年在拍初恋爱的时候 也是一部电视剧 拍初恋爱的时候 有一场戏呢是 就是这个男生在回忆过去的一些种种的一些片段 然后来猜测这个女孩的一些行为 所以他把很多个片段连接在一起 在这一场戏里来说 但是最终可能导演都不会用这个画面 不会用就是我来表达的这个画面 用的全是回忆的画面 对 那场戏很长 导演的意思也没有想过让我 一下把那些全都说下来 他可能意思就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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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但是那场戏我就在那个情绪里 然后就把所有的我知道的那些过去发生过的事 全都说下来 很长真的很长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生活的一种体验 对 所以你有这个内心想要去表达的这个想法 所以这些问题对我现在可能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足球队组建了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 对三年半了 现在成员嘛 以前是最初组建的时候 是因为有些很多 那时候我也还身边很多模特朋友 一些爱提球的模特 所以后来就取名了叫中国超模明星足球队 那时候寓意是 就是模特人变成明星 但是后来确实 王宇田变成明星了 很多人都变成明星了 今天这个红了 明天那个红了 对很好 对然后后来慢慢呢 就加入了像奇迹啊 王雷啊 李东学啊 文杰啊 这样的演艺的明星 然后还有歌手的明星 对所以现在这个中国超模明星组织队 就更名副其实了 对 以前的时候很活跃 每周都要训练 每周周中要训练 然后周末要比赛 然后就大家很有那个心气 但时间长了 你不能要求人家每周都固定来训练 因为不是一个职业 对 大家也没有什么从这得到利益啊 其实工作也很忙 所以现在没有固定说多久一定提一次 然后那是有一些重大活动的时候 一些工艺活动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活动的时候 大家会聚在一起 都能去现场看啊 都能去现场看 然后 目前没有过卖票的这种经历啊 然后因为没有做到那么大的规模 但是有几次活动还是挺 挺让人印象深刻的 就觉得 因为我们爱踢球 然后又以演员的这个身份 如果能把大家集结在一起 体验这种团队感 你足球是一个团队一种 在这里面 你一定要体验这种团队的这种 这种信念 这种使命感 责任感 对 这才有意义 像我们从舰队以来 组织 我组织几次活动呢 去重庆 去上海 今年又组织一次 去青王岛的阿那亚 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次活动 所以大家都特别的能在这里面 找到那种 我所说的那种 责任感和归属感 所以我们觉得很兴奋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 奇迹是我们球队的副队长 很多人也认识他 他曾经那一年 我们组建球队的时候 他半年都没有拍戏 找他拍戏 他说先不拍戏了 他说那个戏什么时候都可以拍 但是球就只能这时候踢 我健身的 这个还挺不一样的吧 以前有运动员的经历 对这个健身的这种态度 也是比较追求极致的态度 就是一句话 强度很大 我身边的训练伙伴呢 一个一个的都相继倒下了 然后不是为我练的腰伤了呀 就是腿伤了呀 这不就哪伤了 所以现在 以至于现在没有人陪我一起锻炼了 还是刚才讲的 对任何事我想追求极致 对于做模特学习 踢足球健身都是 后来我也开了一个 crossfit的一个综合体能训练馆 也是一种强度非常大的一种训练模式 嗯对 然后我的健身方法总结起来就是极限 就是去不断的挑战极限 然后没有很多很舒服的这种空间 比如说你一般怎么健身嘛 跑跑步啊 看看电视聊聊天 做几组哑铃 聊聊天坐着歇一会儿 然后今天啊健身了 就心满意足了 但对于我来说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折磨到 爬不起来 就是这种状态 嗯 也是没有特别注意 因为训练的强度实在是太大了 没有因为 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不能吃什么 会长脂肪晚上几点不能吃什么东西 没有在我的这整个的经历里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嗯 我平时呢 穿的其实很随意的 我家里衣服其实特别特别多 我喜欢比如说绅士一点的 我更喜欢绅士一点的吧 想西装我很多 其实 但是平时可能喜欢运动啊 去健身房啊或者去踢球啊 就会穿的其实很随意 那么多衣服 但是你可能见我一冬天呢 经常身边的人就是见我去穿着一件那个 踢球的那种羽绒服 就什么都没有一些没有任何修饰 对 但是因为身份也比较多元嘛 然后去不同的地方 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场合 会有不同的这种搭配吧 呃 不管是就是再没事做啊 我在家那个打开电视学英文 也会就把自己弄得很很很好像很忙碌 就是比如说以前我记得一个朋友 他现在总说这个事啊 但是我都没有当回事 就是他在我家住的时候 然后他说看见我经常自己就是看电脑啊 然后拿本子记那些外国电影里边的英文的桥段 然后自己再重复的去看这些记的英文 对所以这是一个体现 所以说就是我的人生态度的一个体现 呃就是不不可让自己停下来 就是哪怕没事做 也会给自己找很多去哪怕去学习啊 充实自己啊去改变自己 我现在觉得在我看来健身是一个 呃是一个压力 其实不是一个爱好 很多人写那个经历的时候爱好健身 我心想怎么会有人爱好健身呢 那是一个多苦的一个事情 你想我们每天 比如说今天你要去哪上班要迟到了 没没到公司差了下几分钟了 你就要跑跑着去 哇很累你出很多汗 然后气喘继续很累没有人愿意跑 能走的话没有人愿意跑对吧 对就是很累的事 你就别说我们在健身房去提那么重的东西 你说买菜拎两包东西回家挺累的 我却举那么一百多公斤的杠铃累不累 很累 其实每天我都觉得健身的压力很大 对然后和韩庚我们一起拍了四个月 然后每天在一块相处啊什么都很好 所以呃现在私下里也很好 对然后还有去年拍的黄金兄弟吧 我说一下这个片子黄金兄弟 因为这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们五个人 嗯他们那些以前的一些作品呢 一些经典我也是看了很多很多遍 所以在那时候我们是在一个青春 就是刚刚从少年迈入青年的这样一个过程里 那时候很多事我们是不懂的 然后就是看了他们的片子才知道 啊什么是兄弟 什么是这种情谊啊 对所以说那时候就很有这个情节 然后去年前几年的时候有一部片子叫 有一个短片叫一起兄弟 是他们五个一起拍的 其实是一个汽车的广告片 但是呢就有一些那个情节穿插在里面 我当时看了就非常感动 呃就特别期待他们五个呢 有一天能再一起上大萤幕 但是就突然就有这么个机会 然后而且我有机会参与到这里面 我就特别希望自己能参与到这其中 然后在去了之后呢 就觉得他们都非常的平易近人 就是日常啊 比如说工作还是不工作 吃饭的时候什么说话呀聊天 你就听就感觉完全像在电影里一样 你就像在看《古货仔》 然后又拍了一部 这反正粤语我又不是听得特别明白吗 但是能听明白一些 觉得他们对白的对话都特别有意思 所以他们这种状态 其实我很欣赏 很觉得去向往的一种状态 一是之前的这种兄弟情谊 二是这种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做作的痕迹的这种状态 就特别的随性 所以也是我觉得很欣赏的一个 做模特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想让我去推荐我去做演员 那时候确实做模特太红了太火了 然后就没有想过那些其他的 但是我知道模特这个行业 不是一个长期能够持续下去的行业 我也没有把自己 从做模特那一天 我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模特 纯粹的模特在我看来是一个时尚的载体 是通过你看有设计师啊有艺术家啊什么这些 然后有品牌 然后通过模特来体现他们的这种品牌的态度精神和一些风格 是我呢 我觉得我把自己更多的当做是一个时尚的传播者 就不仅仅是一个载体 我是有我的内心我的精神的 对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来表达这些东西 对所以那时候我也在寻找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就要一直做模特 比如说幕后啊 比如说对服装的一些理念啊 偏向设计这些方面啊 比如说摄影啊 我自己做摄影师其实 当然不是那种很商业的 自己喜欢拍很多东西 然后我也喜欢拍视频 喜欢对这些有一定的想法 前几年其实我还在国外拍了一些纪录片 这样 其实很多电视台都给我播了 但是我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上我是导演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不是我要发展的方向 但是我有很多可能性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选择了做演员这个行业 首先秀给人的感觉就是最直观的震撼 就是美感这种美感啊 我们也会看哪个女孩好看 真的会 因为一场秀的意义 很多人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这个秀在中国看来是一个比较还是比较少见 比较新鲜的一个东西 可能大家觉得哎呀是不是要买票啊 进去看就是看热闹啊 没有太多实际的实际跟市场结合的这种意义啊 我说这些话不知道会不会伤害到一些人 或者怎么样 但实际上你看国外的那些秀 很多都是专业的人士 哪个商场哪个买手电什么这种订货呀 他会寄那个几号衣服我要订这套衣服 还有很多是媒体 媒体他会比较关注这些 我对时尚还是比较喜欢 比较去看人这一季他会有什么灵感 怎么去通过服装 通过整个的舞台去表达这些灵感 我觉得这也是艺术的一种 也是和表演啊 什么所有的艺术其实是相通的 从他们身上每一场秀上我也能获得不一样的灵感 这样说其实挺官方的 但其实主要还是看女孩 没有尝试设计服装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花精力的一个事情 自己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但真正把它变成品牌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需要很大的精力和对市场的这种把控能力 但是我对服装搭配一直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以前早年呢 咱们既然是那个Gossip Daily 就给大家报一些料 早年啊张亮啊他们啊 都是去我家里选衣服的 对 然后那个我家里衣服很多 他们去然后就看哪个好看呀 一开始就是那个能不能给他们 然后我都给他们 后来就是那个张亮啊赵磊啊 都去我家都买衣服 这样在早期那时候就因为总是有机会去国外工作 然后就从国外带回来很多品牌的一些衣服 然后就开了一个买手店 就因为他们总去买衣服 我觉得大家喜欢我的眼光 喜欢我的这种搭配 喜欢我的这种选择 所以就做了这样一个小的服装买手店 还挺有意思的 对但镜头跟镜头也不一样 表达方式也不一样 做模特的时候更多是对外表的一种严苛 就是你长成什么样 身材什么样 拍出来就是什么样 但是最细剧的这个镜头呢 它是有情感的 它是有语言的 它可能会更 一定会更生动一些 所以在这个表达上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困难的 我演戏在您刚才说的这些人里面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了 11年10年就拍到第一部《僵尸心战士》吧 那时候没有模特转行去演戏 对 但是演了这么多年最不红的就是我了 对 我就是一直在演戏 就是一直在演戏 但是在对于演戏方面 对于演艺方面我不是一个明星 对很多角色也没有我去选择的更多的空间和余地 可能他们几个呢 有那个很火的哈 很火的 然后所以人在角色的选择上就有很大的主动性了 自己比较擅长的 更贴近的更有把握的 对 然后但是对我来讲 那都可能是边边角角的角色 除非是你去适应角色 你必须去适应角色 对 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困难 嗯 的确是很大的困难 那跟柯巴比 呃 但是 书业有专攻 就是这个专业程度肯定比不上他们 还是书能生巧 我们的机会也没有那么的多 对 但是现在 我觉得反正怎么讲 就是演戏也是一种个人的精力和魅力的一种表达 可能各有各的方式 嗯 你看看那个我就是演员啊 然后里边老师可能也说 就你身上不要有那么多痕迹 就经历过就是那么去训练的一种痕迹 我觉得这可能也会变成一个优势 就看自己怎么去利用这方面了 对 当然我也很为他们高兴啊 我们没有任何那个 我只是开玩笑 因为呃 如果他们越火越红 也代表 更多的人会看得到摩托圈的这些人是有能力去演戏的 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和环境来讲都是很有帮助的 嗯 嗯 嗯 我不能评价 我也 没有资格评价任何人的任何方式啊 嗯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存在都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觉得 有人 会去欣赏 那么在那种程度上那种意义上它就是成功的 呃 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要一种方式 嗯 做模特也不都是硬汉 不都是去健身啊肌肉硬汉 有很多是 呃 早期我们是那种就说叫中性的啊 呃 阴柔的 纤细的 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 其实 呃 不同的存在有不同的意义吧 只能说我自己比较欣赏什么风格 我就朝着这种风格去 去打造自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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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